腾讯体育11月6日宣火箭客场挑战步行者,凭借哈登关键时刻攻防两端的出色发挥,他们以98B94险胜对手,取得三连胜,火箭取得三连胜数据统计火箭方面,哈登得到28分4个篮板6次发挥。 贾佩拉拿到18分10个篮板,保罗得到9分5个篮板13次助攻,恩尼斯得到13分,步行者对奥拉迪波拿到28分6个篮板2次助攻,小萨伯尼斯得到17分8个篮板5次助攻,伯格达诺维奇贡献11分4个篮板,埃文斯拿到11分,登场之心,哈登送稳健表现,哈登此以再度打出了一场稳健的表现。 在上半场比赛里,正是哈登在进攻端的出色发挥帮助火箭咬住了比分,在下半场,哈登遭遇对手的严防,但在关键时刻,他毫不手软,在中场前36.1秒,哈登标中关键三分,随后他又成功阻截了奥拉迪波的上篮, 并连续拔中关键球,最终帮助火箭拿到了一场胜利。 等场话去哈登晃晕,奥拉迪波在手机一次进攻中,哈登在外线持球遭遇奥拉迪波防守,在连续试探步后,他突然使用了一个后撤步,奥拉迪波触不及防,被晃了个两枪,后退几步。 登哥轻松标中三分,奥拉迪波封盖哈登背叛犯规,在第二节结束还剩两分钟时,奥拉迪波在一次防守中想要封盖哈登,但裁判却判罢了犯规,奥迪对这次判罢感到极为不满,他挥拳怒吼,表情夸张,塔克救球,摔入技术台在末节一个回合里,塔克为了救球,直接摔进了技术台内, 为了能够帮助球队拿到胜利,塔克这一页足够拼,比赛回顾次翼上来,客场作战的火箭进攻顺风顺水,哈登里突碍头,卡佩拉也完成空接爆扣,火箭打出21-12的开局,伯格达姆维奇标中三分,奥拉迪波远快攻照篮得手,步行者将轮差破均到三分, 他登在度挺身而出,标中三分,扼震了对手的反,此后时间,双方形成僵持,手节战法,火箭以29-22领先,次节回来, 步行者第二阵容在场上打得风生水起,埃文斯和小萨博尼斯,帮助步行者将分叉破均,步行者扭软势头, 他们一度将比分改写成45-40,火箭并未慌乱,坦克和尼斯相继标中三分,帮助火箭咬住比分,两队尼莱博网,在奥拉迪波命中三分后,哈登在外界命中远头环以颜色, 半场结束时,火箭以53-55落后,哈登半场三分球八头四中,拿到18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,下半场一边再战, 小佩拉空接抱扣了手,保罗也跳投领中,火箭将比分反超, 但步行者之后打出一波9-0的攻势,特纳布兰的守候,步行者将比分改写成65-57, 火箭请求暂停,回来后,贾佩拉完成空接抱扣,哈登再度造成奥拉迪波大规两把全中, 火箭此后打出一波7-0的攻势将分叉破进到一分,本节最后阶段, 火箭进攻再度陷入,停止,步行者稍稍将温差扩大,第三节结束时, 火箭69-75落后,末节进入最后决战, 双方在前半段形成拉锯,赛迪斯扬篮下得手后, 步行者把11-75领先,达克和安东尼分别标中3分, 火箭打出一波9-0的攻势将比分反超, 两队此后进入最后决战, 奥拉迪波中场前55秒标中3分, 双方战成90平,哈登此后同样标中关键3分, 火箭93-90领先,奥拉迪波上来遭遇哈登封盖, 保罗造成对手半规两阀一中, 火箭领先4分,奥拉迪波标中超远3分, 步行者93-94落后,哈登两把全中, 最终火箭保住领先, 1918-94险胜步行者, 双方首发火箭, 哈登、 保罗、 贾佩拉、 塔克、 温尼斯步行者, 奥拉迪波、 特纳、 伯格班诺维奇、 克里森、 赛迪斯亚猫大雄, 付出红轿与竞席。 club Updat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